哇 真是非常漂亮 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呢 是石门洞区 那在这石门洞这里有很多很多的海石洞 像我们现在进到的这个海石洞呢 它非常的特别 当然除了它小巧玲珑之外 就是它的名字也很可爱 叫做麻糬洞 你会发觉它的洞口 有那么一点像是一个软雕的麻糬 因为呢就带有这个弧形这样的一个形状 那另外也有人说啊 这个洞啊有点像是某个知名厂牌的小汽车 看一看还真的有点像 这大概是我看过最动如其名的海石洞了 不过我想百年后 这台车可能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样貌 大自然的归服神工 真的能让原本平静的景观 多了一些巧合之美 真的很喜欢来海边的感觉 总是觉得心情特别开阔 尤其呢每次到东部海岸线 然后看一看这个海啊 真的觉得台湾无处不须迷进 那说到神门洞这边呢 它开发的时间呢 已经蛮久了 直到最近它又重新爆红 最主要就是啊 有一部电影在这边拍摄 就是沉默 那当时呢他们摄影师啊 说过这么一段话 他说呢台湾的东部海岸线 你呢机器随便那么一架 你扫过的每个角度 就是最美的构图 相信呢东部海岸线带给它 非常多的感动 而它也给予东部海岸线 最高的一架 接下来我们继续沿着台湾线走 来到位于封冰箱的 徐梯坪风景区 徐梯有着面积相当宽阔的海岸台阶 与发展相当完整的海湾地形 这个世界级的户外地区教室 每天都吸引大批游客 前来一睹它的风采 看完这一代呢 这个有海湿地形 有风化地形啊 其实呢你就觉得这边的地貌 感觉上满精彩的 但是讲这些地貌之前 先问问你 因为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 就看到这背后啊 有一群钓客在那边钓鱼 先问问说啊 来这边钓鱼是合法的吗 当然是合法的 是合法的是不是 整个Sleeping的一个珊瑚群 是最保护的最完整的 因为这里没有工业群 没有污染 那在地的原住民 事实上他们有一个 自己的一个共识就是 他不会去破坏它 因为他们除了 捕自己要吃的鱼啊 珊瑚他不能吃 所以他也不会去破坏它 去破坏 所以整片的一个珊瑚群是 維持的非常好 对 好 那我们回头再来说说啊 就是这边的地形地貌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很多的这个 像是这个湖穴是不是 天然湖穴 这个是火山爆发以后 共生的一些泥岩跟火神岩 那这边的海域就是 天然的一个风化 软的部分它就当然是 凹槽的造成一个泥岩 那如果硬的部分 它就会竖起来 变成那个湖穴 湖的部分 最主要就是因为 它这个周遭里面的 形成的淹石 软与不同 所以受到这个风化的作用 那有的就是会凹进去 对 石堤坪因研制的软硬程度不一 经风化及潮汐切割 逐渐形成海湿平台 海湿沟 海湿崖 及大小湖穴等自然景观 造就石堤坪的地形地貌 独特且完整 而附近的一个浅白色的居膏点 称作单面山 登上此处即可看到令人惊叹的 海湿沟奇观 哇 就在这里 海湿沟 对 很漂亮 而且呢 这整个海湿沟非常完整 然后呢 它也够深 那另外呢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地方叫石堤坪嘛 对 那石堤坪它的有来是因为 这里的这个地形 感觉上很像海湿沟 一阶一阶的 所以叫石堤坪嘛 对 没有错 那我们现在的所在位置是 单面山 就是石堤坪的一个制高点 那石堤坪的事实上 它不是因为这几个 石堤坪而命名的 它是整个一个石堤坪 它所有的一个地形 对 它就是阶梯式的 好 如果来到石堤坪这边看海 你觉得什么样的景点是最适合的 一年四季都可以来 都适合 都适合 因为我们常常跟观众朋友也分享 它说看日出啊 当然日出如果幸运的话 从海里面升起是很美的 对 但是呢 在这边 最主要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前景 一些企业怪事啊 对 所以在镜头前面一些前景 然后在海 在太阳 这感觉就很有层次 还有一些船只 对 船只 这感觉光是我想像的就很美妙 但是记得一年四季都适合来 台风天千万不要来 常听花莲海边长大的朋友 聊起对大海的感觉 大家一致的结论 就是从没想到过 要离开这块土地 因为四季的海风 带来不同的信息 成婚景致也各自美丽 时时有惊喜 难怪大家总说花莲的土地 会粘人 大海会勾人 一点也不为过 好漂亮 天哪 所以这就是黄金瀑布 对 黄金峡谷的瀑布 哇 我们来的时候好像已经有点晚了 所以呢 就没有看到这个金黄色的光打进来 但是呢 我觉得我蛮享受 刚刚上来的整个过程 对 这个因为过程它非常的挑战 对 整个全身激动 精神都崩起来了 看到美景非常的值得啊 是 看到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内心是非常激动 也非常的兴奋 那毕竟呢 我觉得我们第一次溯息 而且呢 玩的就是那么高难度的 那其实呢 我觉得我们的团圆也都是真的很棒 可能呢 有一半以上都很怕水 但是呢 都是突破自己 强迫自己 挑战自己 然后一个弹 一个弹 一个弹的去挑战它 果然 现在是咱们享受甜美果实的时候 我们就静静地看着这黄金布布 真的是太漂亮了 历经五个小时的攀爬 蜜镜团队终于挺进这绝世美景 我们成为第一个完成黄金峡谷 全程拍摄的新角团队 为蜜镜布系再贴上辉煌的一笔 宣防秘境无需出国 这一趟深度住心之旅 让我心中的震撼及感动 久久难以防徽 黄金峡谷 我们到了 耶 耶 海盗哥谢谢 耶 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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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真的是蛮兴奋的 完成任务 然后回到我们 可以说是营地 而且呢 我刚走过来就闻到味道了 来来来 这是我们的特病厨师 有益 有益 有钞票 有食物 这是重点 那由于因为我们要赶在有光的时候 来拍这个护顾 所以呢 我们中午没吃 现在回来看到这锅面 哇 这什么面 泡菜鸡面 泡菜鸡面 泡菜鸡拉面 我就觉得超兴奋 很香 好啦 那待会呢 我们就等着享用这个我们的午餐 算下午茶好了 大家还要多久会好 马上好了 马上好是不是 好 咱们就定位 找位子坐 在这个时候来上一碗料多实在的暖心汤面 真是十足的人间美味 有时候秘境可能不是你我眼前的美丽世界 沿途互助合作的精神跟默契 遭遇上这趟探秘之路散发了闪耀光芒 我们现在呢 顺利等待 待会呢 我们要攀岩 攀哪里呢 这个攀的就是五檐角 哇 耗费两小时滑了五六公里 我们终于抵达东奥湾最北边的五檐角 五檐角紧邻东奥岭触立在海上 因从陆路走难以到达 走海路又好体力 所以来此的游客不多 而成为一处能静静享受的海角乐园 有什么诀窍 诀窍 其实攀岩最重要的还是平衡 平衡 对 然后天然的岩场因为比较风化一点 对 所以我们在爬的时候一定要很确认 这个石头是不是很稳固的 先刷刷看 是不是很稳固 踩点一定要踩的很稳 才能够做下一个动作 ok好没问题 万一突然间有石头松动的时候 你有掉下来之后 要大声喊落石 底下一定会还有人 所以在这个部分安全上 一定都要 另外呢我们知道汚檐角 近年来它其实很多人都会 尝试来这边攀岩 那攀岩最主要目的就是要看风景 上头最主要要看什么 上面的风景它可以 看海的話當然是一萬無幾 可是他反過來看這一邊的話 這邊是我們台灣最北的 中央山脈的起點 這是最特別的 對對對 所以祕境應該講說百看不厭 我只能這麼說 這件有多美呢 當然我們上去之後才知道 那我們就出發 OK 好 出發 從哪邊上 然後這邊上呢 等一下我們上的時候 其實會沿著這個凹槽 OK 好 這個凹槽 踩完以後抓完直接過來這邊 OK 好 好 就很輕鬆了 踩完然後抓完 對 然後再上腳 OK 好 不用快 好的 手臂我們抓的時候 盡量是這樣子最大的力量 這樣子最大 OK 好 這邊上沒錯嗎 對 翻的時候稍微要注意 好 所以它的椅子要大一點 好 那個繩子就可以稍微抓一下 稍微撐住一下 好 對 很好 對 抓繩子 很好 好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攀簾了 好 那現在呢 其實我們的目的力量還挺有的 大概只爬了五分之一 然後呢 前方的教練 後面也有教練 所以呢 一路上的提出 只要照著教練的能力 就變成非常安靜的力 好 咱們繼續 有了先前幾次攀岩經驗 增加了我攀爬屋岩角的信心 不過由於這裡的地局 為變局雜岩區 屬於脆落的片岩 所以攀爬市常有片狀的石塊散落 加添了攀登屋岩角的難度 小心落石喔 好 哇 繼續爬 到這邊又開始要換鎖了 其實每次在攀岩過程當中 你不會太刻意的去注意說高度的問題 因為呢 當你越去在意這些高度的問題 就容易絕對會緊張 或者甚至有些人會感到害怕 那所以呢 在攀爬的過程當中 你的眼睛不斷的看著上方 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那究竟自己爬得多高呢 當你回頭看一看後面 哇 你真的會有一種成就感 嚇死我了 嚇死我了 我在中央山脈 最北端 雖然我及同伴都已消回應 但在這處超過15層樓高的山頂平台上 如果沒有教練的安全措施 後果可是會不堪設想 我在中央山脈 最北端 其實說到這屋岩角呢 它就是一個陸聯島 那最特別的部分呢 當然你登上這個高處 我們可以看看海的景觀 確實一望無際 但是重點是 我們再回頭看看這座山 謝謝 恭喜你 給我5 挑戰成功 挑戰成功 好玩嗎 成功挑戰中央山脈起點的屋岩角 也完成了我們宜蘭居行 從零開始的任務 與夥伴們站在山頂 吹著風、看著海、望著山 讓我忘卻了煩惱 哇 看到我背後呢 一整片的雲海 剛剛上來的時候呢 你會發覺整座山全部都是雲霧 我們想說今天的日出啊 八成是落空了 後來呢 這天光微微亮起 看到就是一整片的雲海 而且看到的這山頭呢 一個一個冒出頭來 另外呢 當然這太陽呢 也沒有讓我們失望 它一度在邊邊上啊 圍露它的光芒 只是呢 它馬上又串到這雲層裡面 只能說今天日出 非常戲劇化 雖然沒有如願看到日出 但是望陽山的雲海翻騰 層層疊疊 宛若仙蹟 美不勝收 美麗的雲海下 有座高山湖泊 據說只有幸運的人 才得以見到它的美貌 現在就跟著我去揭開它的面紗 現在呢 帶觀眾朋友呢 一起啊 走上一段環山步道 那說它是環山步道 它其實也可以說是環湖步道 是哪一段環山步道呢 我們走的就是 翠峰湖環山步道 顧名思義呢 走著步道啊 一面可以看山景 一面可以看湖景 最特別的是啊 翠峰湖呢 它可以說是全台灣最大的高山湖泊 那現在呢 帶來觀眾朋友就去走走步道 走 剛剛在走這環山步道之前 就跟觀眾朋友分享啊 這翠峰湖啊 它不僅僅是全台灣最大的高山湖泊 也是一個最容易親近的高山湖泊 因為沿著環山步道 走沒幾步路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 但是呢 說啊 清楚的看到它 事實上呢 這真的要碰運氣 剛剛還有遇到這遊客很可愛 他很可愛 他說他來了好幾趟 這是他第一次 清楚看到這湖泊的樣貌 那我們剛剛來的時候呢 其實眼前呢 就是啊 一整面的白牆 霧茫茫的一片 什麼都看不到 但是等了三十分鐘 這霧啊 漸漸的散去 你會發覺現在的湖 完完整整 清清楚楚的出現在我們眼前 所以我們真的是 非常的幸運 翠峰湖在雨季時的面積 有三個日月潭那麼大 難怪被稱為全台最大的高山湖泊 我們來訪時間雖為枯水旗 沒有壯麗的景句 卻別有一番風味 賞遊過翠峰湖 時間也過了中午 我們此行太平山的最終墓地 最美小境即將現身 找到了 這位帶觀眾朋友來訓訪的秘境之一 就是建勤古道 那說到建勤古道呢 建勤這兩字啊 聽起來挺有趣的 最主要就是因為地形的關係 這裡時而雲霧繚繞 時而下著雨 所以人們來到這啊 這內心啊 總是有那種渴望 建勤這樣的一個心情 所以將這個地方 譽為建勤 那說到建勤古道呢 非常特別 它過去是山地運材的軌道 它美究竟美在哪裡 就是因為這平常啊 雲霧繚繞加上這鐵路交織啊 構成一幅美麗的圖畫 所以呢就有這外媒啊 將這譽為是全世界最美的小境之一 不過看看今天能見度 似乎不是那麼好 但是就是因為這雲霧繚繞 所以走起來相信會更有感覺 建勤縣運木鐵道全長5.5公里 是早年林木運輸時必經鐵道 大多使用當地木材興建修竹 距今還能看到當時鐵道的軌跡 漫遊步道中 徐而清晰 徐而雲霧繚繞 充滿虛情畫意 更顯獨特風情 其實我們知道呢 這古道過去是運材軌道嘛 那當時都是運什麼樣的材 這邊的運材主要是 以運快木為主 那我們這條早期是運材的建勤線 所以我們的步道是沿著這個 建勤的舊軌道線來修竹 這感覺像跟阿里山小火車的軌道 是不太一樣的 阿里山是枝字型嘛 對 其實兩個地方不太一樣的地方是在於 我們這地方還搭配了流龍運材 所以我們沒有把所有的軌道 把它做串連 做枝字型串連 因為我們的山頭有好幾座 所以山頭跟山頭連接就用流龍做運材 其實我這樣一路看來 這山裡面有很多種很珍貴的一些木材 那不過我有發現到就是 好像滿多樹都倒一邊了 那倒一邊你們好像也不會去刻意去處理它 這個是把過去伐木歷史的文化 讓它保留在原地呈現出來 像是有一旁這也是 它是砍伐過的嘛對不對 對 這是砍伐過的一個平台 那你可以發現說早期在砍樹的時候 它一定會做一個島口一個平台 讓伐木工人可以在那邊拉鋸子 那這拉完鋸子之後 樹會從這島口去做傾倒 沿路有沒有看到很多這個大樹 那大樹底下我發覺滿特別的 就是它根部怎麼會是中空的 有一個大洞 一個樹洞 為什麼這樣子 以這樹洞來看的話 其實這我們台灣塊木 尤其以紅塊來講 樹它本身要抓地 因為我們的土層比較淺薄的部分 所以它不得不必須把它的底部的地方 把它膨大起來 那這部分我們叫做跟章的一個現象 它主要像我們顧它上半身的 做它的支持力的部分 就變成不是往下扎根 而是往旁邊來扎根 它一樣是往下扎根 只是它扎根的結果 會呈現一個像拱起來的一個 拱起來的一個狀況 就變得很像是一個樹洞 對 那不是它生病就對了 對 它不是生病 是 不過這樣走了一回 雖然沒有那種很愉悅的那種 健康的這種心情 但是有那種淒美的感覺 對 那咱們呢繼續往前走 好 是 步道沿途可以看見 過去林業發達時的看法景況 無論是運財時期所保留下來的鐵道 木馬 台車輪軸等遺跡 亦或是隨處可見的附身植物 都為這條步道裝點的恰到好處 漫步在森林裡吸收芬多精 是最愜意不過的事情 有山有海 其實走在這條古道上 感覺非常的舒服 那我們現在走到這條是阿朗伊古道 沒錯 對 先問問你 為什麼叫阿朗伊 其實原住民的一個稱謂裡面 是沒有文字的 因為阿朗伊原住民語叫做阿中伊 阿中伊 阿中伊 然後翻譯過來就是叫做阿朗伊 是 是 是 那你剛剛說到這個古道 它大概是有幾年的歷史了 其實它是在荷蘭時期 就有一個文史的記載的 但是如果說要說 算它的歷史來講 其實早期的原住民使用會更久 因為它沒有一個文字的流傳下來 對 所以像這條古道 其實在台灣裡面 是算歷史非常悠久的一條古道 對 因為像一般的那種海岸線 都是有這個公路經過 但是呢 這條古道算是塑果僅存的一條 沒有公路經過 沒錯 還保持這個原之原貌 對 所以很多人都會來到這邊践行嘛 不過這個季節來這邊對嗎 其實說這個季節 也要看自己的能耐 是 因為在這一條古道裡面 整個就是在曬太陽 是 因為它是靠近海 而且又要接著爬山 就是熱 太熱 溫度很飆啊 那我們大概要走幾公里路 其實我們現在要走到高點的部分 目前我們可能還要走個五到六公里 從屏東一路延伸到台東的阿朗伊古道 是古代原住民遷徙與狩獵的重要途徑 原本沒落的古道 因台二十六線開發 重新引起世人關注 現在更是熱門的徒步路線 沿途特殊的海桃聲 讓我忍不住停下腳步 來細細聆聽 小賴我們好奇 就是我們剛剛沿的海岸線 這個每次浪拍打上來 退下去的時候 發出一種很特殊的聲音 你看 來 你注意聽 你注意聽 現在浪拉下去了 對 拉下去 你有沒有聽到 對 那其實就是浪在拍打石頭 然後它就是力量大 把它拍上來以後 對 然後接著退下去以後 又把它往下拉 這個就是石頭能夠磨成 這麼遠的一個原因 所以就是這個原因 對 你看這些石頭是不是 圓滾滾的 而且它沒有什麼 冷冷角角的 對 現在堆積是比較小顆 所以聲音你就聽就是 對 如果是比較大顆 你就會聽到 滾 這樣子的聲音 是 不過我們剛剛沿途這樣走過來 我發覺這石頭它不太像是從山上滾下來的 它不是當地的石頭 那是從哪邊來的 這些石頭其實它是從高山上流下來的 對 比如說在中央山脈 經過空咖以後河流搬運下來 結果呢 搬運到海裡了 對 又隨著洋流在這裡拉扯 然後間接的海浪拍打打上岸的 是 走在這段漫長又無遮蔭的古道上 雖然聚熱 但並不無聊 沿途看浪、聽海 挑戰如何在鵝卵石的石縫間 保持平衡 腳下海洋生物的遺骸扶須積蓄 幸運的話還能看到海龜 悠遊大海不時冒出銅來 充滿樂趣 但炫草苦中作樂的我們 走久了還是不敵太陽的曝曬 很想就地融化 來,可以 可以 來 我們現在來到這裡天堂 對 終於找到有可以遮蔭的地方了 雖然不是很寬 對 不過大家應該 有沒有覺得是天堂 是 整段路到現在才有遮蔭的地方 唯一遮蔭的地方 在這裡最漂亮的我還是覺得在夏天 夏天還是最漂亮 夏天還是最漂亮 那你在秋冬的話 夏天人比較漂亮 對 你秋冬的話就比較 那種亮度就沒有 所以很難取捨 對 你必須要愛著這個大太陽 中午我們吃午餐 還會看海龜 而且在野外 很可愛 這誰可以遇得到的 連續四個小時 在三十六度的大太陽底下行走 簡直是種酷刑 就算遮蔭處僅有六十公分寬 對我們來說 就是天堂中的天堂 看到了 來了,這邊也來一隻 這邊也來 這邊也來 好,正中間 有,這邊也來一群的 不曉得要抓哪一隻 對啊,很難抓 我會去看 這品牌工作到真的 有 好,有一隻 看到了 觀察海龜出沒點 可以說是這段古道上 最佳轉移住運的方式 簡單補充完糧食水分後 我們再度踏上微軟石步道 繼續迎戰智陽 尋找美景 來,可以 等一下 等一下 走這裡 會很刺激 你要注意一下 因為現在是帳頭的時間點 所以你要抓準那種 浪打上來 再往後退那個時間點 所以等那個浪退的時候 對 你看現在往下退了 可是你要注意後面那一陣浪 因為後面那一陣浪 推上來以後 會滿高的 對 你看 現在它打上來了 現在是時機嗎 對 等一下,我先跑 來 OK,好 算準 時間就可以了 快 因為現在浪還不是很大 小心 你九歲嗎 你 躲避浪花 要看準徐姬 沒算好的話 就會換來 痛快的虛備秀體驗 當然 乾脆一點 也可以貼在眼壁上 直接享受浪花的機型 大熱天的 若不想跳入海裡 像這樣 間接的被浪花熱滾 也是挺過癮的 走了好長一段 鵝卵石的平坡道路後 眼前突然出現高聳的階梯 看樣子離我們的目的地 應該是不遠了 所以咱們現在要往哪邊去 待會兒 你有沒有看到 往上 我們要往好漢坡上爬 好 其實這樣在這條 沿海縣早期的古道來講 它是從沿海縣走 一直繞一直繞到台東出去 可是我現在看到那邊 好像都沒有道路 沒有 其實在東部沿海縣 一個海浪侵蝕 拍打很嚴重 對 手當其衝 直接就撞牆了 那早期的古道 現在已經在海裡了 現在在海裡面了 對 所以現在我們只能 以以前狩獵的一個列徑 往山上爬 去體會一下 原始靠山靠海的一條古道 OK 剛修建完的簡易戰道 需通往巨糕點的不二道路 但可別以為成功近在眼前 接下來還沒完沒了 得穿過蟲蟲樹林 跟漫長的斜坡後 才能更接近目的地 來 可以 這就是我們的糕點了 所以咱們 終於來到製糕點了 我們現在就是 整個就是在製糕點的部分了 太漂亮了 而且這邊的景觀視野 看得特別的遼闊 非常非常的寬 真的是登高望遠 沒錯 我們剛剛一共走了幾公里路 我們這麼辛苦走到這裡 我們走了差不多在6K左右 因為這條古道是在8K 我們走了四分之三的路 真的是挺辛苦的 因為今天天氣很熱 非常熱 整個就是粉紅爆了今天 那當然我們今天走這阿蘭尼古道 其實感觸兩多 一方面它是古道 一路上聽你分享一些故事 一些歷史 當然隱私古之幽情 但是這種暢冷的感覺 我們並沒有持續太久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沿著這海岸邊走 跟你說這邊海太美了 真的非常漂亮 而且時時都有驚奇出現 對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海龜 悠悠其中 然後不時地冒出頭來 每次這海龜一冒出頭 我們就忍不住 就定在這個原地 不斷地在期待它 下一次再冒出頭 所以六公里路 咱們也走了挺久 有點久 另外說到這個海岸線 究竟有多漂亮 來 鏡頭跟著我走 咱們轉到這一面 看一看這個海岸線 往前發無止境的延伸 對 它延伸到哪邊 其實延伸過去就接著到台東 但是我們現在處的位置 還是在屏東線 對 那你現在有沒有看到 一個建築物有一個房子 有 圓圓的地方 房子再往前一點點 是不是有一條小溪流 叫塔瓦溪 就是屏東跟台東線的一個交界 是交界 扛著沉重攝影器材的我們 走在初夏的阿朗伊古道 雖然有那麼一點難耐 但在充足的光照下 山的綠更綠 海的藍也更難了 在海岸線一望無際的狀況 讓人覺得再多的辛苦都值得 阿朗伊古道挑戰成功 成功 咱們終於見識到台灣的夢幻仙境 可以看看就是這溫泉水 因為有溫度嘛 所以這個清煙鳥鳥升級 然後加上這個山壁 就很像翡翠一般 是 美吧 太美了 太美了 除了這一面之外 對 在後面它還有沒有溫泉帽 後面有一點 也是會有一點 對,但是後面比較難過 變成是要用溫泉的形式 對 要有攻擊手才有辦法到後面去 對 也是有 有 那有那麼漂亮嗎 沒有 只有這一面它的流量比較大 對,好 那咱們現在呢 攻不及待了 要過去 好,OK 好,走吧 看大哥就這樣跳下去了 好,接下來換我了 咱們 加油 哇 跳下去要有心理準備 沒有踏別 左手沒有踏到 右手邊 哇 第一步 腳踏到 你應該踏不到 探訪力松溫泉的最佳時節 為每年11月到隔年3月的枯水期 水位較低 因此素性安全性高 不過我們拍攝前一天 剛好遇上暴雨 水位高漲水溫激凍 原本雞腰的水聲竟淹到胸口位置 最後五公尺的路程 差點成為壓垮大家的最後一根稻草 不過在親眼見識這片翡翠般色彩的 瀑布形溫泉後 真的會覺得 這就是人間仙境 哇 超空 超空 我覺得這場旅程對我來說 意義重大 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我們秘境呢 要嘛走的是國外 要嘛走的是中國大陸 這回我們選擇 在我們家園 來找找秘境 那來到台東 確實有很多經典 讓我非常非常的正確 因為真的是太美了 包括現在我們躲在這個位置 來到這邊 泡到這樣溫泉有沒有感覺 太爽了 真的棒棒 你有其他的職位可以使用嗎 Mia 我覺得職位票價了 職位票價了 我覺得今天晚上可以在這裡紮飲 你確定嗎 我不確定 其實跟大家都沒有分享一下 因為我們就是來到這邊 大概真的是滿開心的 而且很漂亮 所以沿途我們就邊走邊拍 本來夏天那時候五十分鐘 咱們走了大概兩個多小時 那現在呢天色很暈暗了 我還有一點擔心 帶我回去的時候要不可以上路 而且這段祕境已經那麼好走 那今天很謝謝馬大哥 所以其實帶你們來尋訪 台東這裡的祕境 是 那說到這個祕境呢 聽說它有列入什麼的 成台灣 三十六個 在前年的時候它列入三十六密集之一 立刻溫泉 對 那我覺得呢 當然我們今天造訪是三十六個 木星的其中一個 對 未來有機會我們也希望可以造訪 更多台灣的秘境 哇 真的太棒了 其實真的很捨不得離開這邊 多泡泡 多泡泡 中後面的溫泉 太舒服了 豬子餓 我今天走到哪兒吃到哪兒 看下來了 躺下來 不行啊 躺下來 你這邊很漂亮 你吃人 人跑 沒有 昨天去曬傷 然後逼到那邊漏手會自動 不禁一番寒徹骨 淹得溫泉暖身香 這段野溪祕境 在每個人的心中 都落下不同的感動 這種炫爛的平靜 也是股驚奇感的昇華 期待我們秘境團隊能一步一腳印 繼續尋訪台灣的美 尋找下一個台灣的不可思議